谢谢主恩待我们 用祢自己的资深爱说来围绕着我们 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主我们要赞美祢 赞美祢的心动和解释 祝祢要赞美祢 谢谢耶稣 祝祢 谢谢主 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 求祢将祢的恩典 从祢的宝座释放下来 主啊 在我们的每一对祢的生命里面 我们需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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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父神祢的慈爱和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祢的翅膀中下 天父祈求祢恩典环绕我们 看顾保护祢的子民 如同保护祢眼中的同仁 耶和华所爱的 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 耶和华终日遮蔽他 也住在他两间之间 主我们要宣告祢是得胜的主 再来的君王 主耶稣我们要奉点名 将喜乐的恩高 高抹在我们的身上 也高抹在士兵当中 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祈求主释下属天的能力与平安 在我们的身上 主耶稣我们要赞美祢 主我们要赞美祢 主啊愿祢兴起仇敌必要四散 再主没有难成的事 主我们要凭着信心 来宣告我们的心要来等候祢 主祢必要全然得胜 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当中 主祢都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主我们的心要来敬拜祢 主我们要敬拜祢 哈利路亚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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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 还没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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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们一周胜过 那世界与我们一键成立 学义的革命的方向的方向 我们要说见证出你的道理 习得主 引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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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因为主祢出给我们永生 我们永无灭亡 谁也不能从主的手中把我们夺去 主我们同心合一 要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来宣告 我父把羊四给我 他比万有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我们夺去 主耶稣你是好牧人 我们单单听主令 而不随从仁义 主你认识每一个孩子的声音 主我们呼求你 因为我们是你用重架 所赎回来的羊 主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主这是我们的呼求 也是我们的祷告 主我们诚心所愿 在你里面献上我们自己 献上我们的自己 主耶稣赞美你 愿我们周间的独经祷告 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 这是安定我们全心的力量 主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 阿伞 daughter 咱们爸在你里面献上我们 decrease 永远在你里面献上法 SaaS 癒人在你里面献上外 耳朵 dressed so . 智 MAR 咱们爸在你里面献上 主耶稣在美你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再美你 当我们生命中虽软弱 但我们要宣告在主里面 我们已经蒙主怜悯 我们已经得刚长 靠着耶稣的大能大力 主在凡事上面 我们都看到主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主我们要来敬拜你 圣灾圣灾 于是我们的主 主我们要再美你 所以谢谢圣地今天造成 是你明大的荣耀 主我们要求我们 就是为了倾倒你 为了要赞扬你的人 谢谢主今天造成 对一切的荣耀归在你那边 主 断谢赞美我们耶稣的圣灾 阿们 是的主 你是我藏身之处 阿们 你必保佑我们脱离苦难 哈利路亚 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 我们要依靠你 阿们 主啊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主啊 跟求你这个时候 主啊 你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 主啊 自由地运行在我们 每一个观看屏幕的弟兄姐妹 哈利路亚 我们敬拜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学到祝祢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祢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亲爱你 最爱 Third 我亲爱你 优优的 我亲爱你 最爱最爱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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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m 你 大家 那 lover 那 lover 所以 我亲爱你 你 我们在 祈祈祈祢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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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我要依靠你 能管我的人 说我在株林一杆墙 你是我藏身去 秘密的就定了歌 思念还到我 每当我心去发誓 我要依靠你 你是我藏身去 秘密的就定了歌 思念还到我 每当我心去发誓 我要依靠你 我要依靠你 你是我藏身去 秘密的就定了歌 思念还到我 思念还到我 在株林一杆墙 去发誓 我要依靠你 在株林一杆墙 左右 你的正常 所有怀抱我 带出你的心 只怕是我要依靠祢 我要依靠祢 我要依靠祢 是的主 你是我们长生之处 我们敬拜祢 我们称颂祢 我们等候祢 再来的君王我们仰望祢 Hallelujah Amen 就在你 我们敬拜祢 和平之举 我们等候祢 我们等候祢 再来的晚 我们仰望祢 东彼的太阳 耶稣 耶稣 永生是你儿子 耶稣 耶稣 我的救世主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和平之与 我们等候祢 我们等候祢 再来的晚 我们等候祢 祢 要祢 向平之与 向平之与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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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我心所奉望 耶稣 耶稣 永生生地儿子 耶稣 是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 耶稣 我的救世主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我心所奉望 耶稣 耶稣 永生生地儿子 耶稣 耶稣 我的救世主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我心所奉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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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是你儿子 耶稣 耶稣 我的祝福主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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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主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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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主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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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主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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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主 耶稣 耶稣 祝福主 祈福主 祢能破所有锁炼 秘密为终树伦典 主耶稣 拥护 耽光 在祢我之间 有深渊隔绝 有高山祖先 无法跨越 在绝望之中 我去目望天 不求祢明 直到黑夜 在永安里面 你自爱彰显 吸引我领导 祢面前 恩典已成就 结局已成现 主耶稣 拥护 盼望 有谁能想象 这伟大联谊 有谁能独仰 如此恩典 习惊勇在身 将辈子到天 背负我醉 当我羞愧 借释迦宣告 我已得舍免 万万之万 将我监旋 有美的救护 荣与我远 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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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词在宣告 我已得舍免 万望之王将我节旋 多美的救助 我永远属于 主耶稣用我奔劳 哈利路亚 赞美主你释放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奔劳我 你拿破所有所有 你明白就属恩典 主耶稣用我奔劳 哈利路亚 赞美主你释放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奔劳我 你拿破所有所有 有大的石子 大破了城陈 宣告粉末 不再瞎指引 若挑尽真意 你拯救依序 埋葬的身体 还是哭泣 有大的食指 打不了真情 宣告粉末 不再瞎指引 主耶稣 拯救神秘 哈利路亚 赞美主义是安方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瞎指引 死亡不再困帮我 你打破所有锁链 你名为救赎恩典 主耶稣 拯救我 哈利路亚 赞美主义是安方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困帮我 哈利路亚 赞美主义是安方 耶稣 拯救我所有所言 你名为救赎恩典 主耶稣 拯救我彈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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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定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你 世上没有 将何关门 胜过耶稣的你 一只能力 将属恩典 都以耶稣的你 因为功过 争战的神 都以耶稣的你 禁定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你 世上没有 将何关门 胜过耶稣的你 一只能力 将属恩典 都以耶稣的你 我不能 胜过耶稣的你 毕竟能 胜过耶稣的你 我心要回来 往后要成人 耶稣我既明白 你的永远 宿敌 常不为你 荣耀成贵 往后要成人 我心要回来 往后要成人 耶稣我既明白 你的永远 我心要回来 往后要成人 耶稣我既明白 你的永远 哈利路亚 在内处理事忙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困帮我 你打破所有所有 所有 你命为救赎恩典 主耶稣 祝你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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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祢是伴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困帮我 祢打破所有所言 祢以为救赎门天 主耶稣拥抱他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祝我们在美祢兴拜祢 哈利路亚 谢谢主 谢谢主 主因为祢是那位永活的神 祢是复活的神 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都跟在祢的面前 为祢今天得到那当得的荣耀 谢谢主 谢谢主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谢谢祢 好像我们所唱的十个一样 主因为祢就是那永活的神 祢就是那复活的神 结束祢已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了买赎我们 从律法中 从罪恶中 把我们买赎回来 成为祢自己的儿女 亲爱的父神 我们再次来到祢的面前 主 虽然在这个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主我们的心里面 有些的恐慌害怕 但是主 祢仍然赐下 祢给我们的平安 祢自己说 祢那个平安 不是世人所能给的 那个平安 是从祢而来的平安 主啊谢谢祢 主让祢自己的儿女的心中 不再惊恐 不再害怕 主我们就愿意 站在这个破口的当中 主成为那福音的器皿 主把祢的话就这样的传递 给我们身旁周围的人 主啊谢谢祢 主我们要为着现今的世代来祷告 主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愿祢的教会成为那扭转世代的器皿 主啊如今就是这个时刻了 在这个危机的当中 主唯有我们经历祢的作为跟大能 在这个时刻 主我们再一次 主祢呼召祢的百姓 主啊我们愿意回应祢的呼召 我们用祷告来与祢同工 主啊求祢打开那属灵的天空 来扭转这个世代 主我们为着我们的美国来祷告 主我们看见美国就是落入在一个黑暗的当中 但是主祢说祢要翻转整个美国 主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 主成为那福音的出口 主成为祢自己话语的出口 主让我们身旁周围的人 都因祢得着这样的恩典 主啊谢谢祢 主愿祢的圣灵亲自带领保守我们一个人 主不受病毒的侵害 不受这个混乱社会的影响 主乃是看见祢的灯要照亮在黑暗的地方 主啊谢谢祢愿祢今天造成 预备我们美国的心 把我们的心敞开在祢面前 被祢的话语重新来得着 重新来翻转我们的生命 谢谢主赞美你 将一切的荣耀 爱戴 穿泻 都归给你自己 我们这样祷告 而是奉靠耶稣基督都生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利用今天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赞美主 赞美主 Hallelujah 我们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敬拜团 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有这么美好的敬拜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在这个时候再次问候大家的平安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虽然我们看见这个环境 看见这个社会 看见我们身旁很多的 不管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是我们的遭受很多的 在这个疫情的时代里面 好像有很多的被捆绑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也欢迎第一次 如果你是第一次上线 跟我们一起在主日 一起来崇拜的 我们的YouTube的下方 有一个连结 你可以点进那个连结 你就可以填上你的姓名 联络方式 我们会跟你来联络 我们欢迎你第一次 来到我们的当中 跟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也再次欢迎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当中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 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接下来有几个重要的事情 要报告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报告 今天是我们八月的第一周 我们有圣餐礼 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 你在家中自己预备饼 预备杯 我们等一下一起跟主一同作息 接下来我们是八月是我们的整个联合主日学的 这一个月 那很高兴我们在八月份 我们请到正道神学院的谢霆老师 谢霆博士在我们当中 来从这个约伯记 真言 传道书 这三卷书当中 一起来看从疫情里面的我们领命的成长 所以每一周日从这个周日早上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一个小时的时间 连续四周我们都有不同的题目 有些老师来主讲 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Zoom的 订阅ID跟我们的通告 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来学习 那 接下来 台语堂的联合主角是从下个礼拜开始 是谢霆博士 他要传讲信仰的人生 那因为他人不在美国 他是用录影的方式在YouTube上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那下一个 那我们的社区宣教爱心的活动 那我们已经在整个八月份 我们仍然可以送食物到教会里面来 或是送这个奉献到教会里面来 那我们用教会的名义 我们转送给El Monte的慈善机构 好 那五十周年刊 我们已经报告很长一段的时间 那盼望 如果还有需要的 我们可以赶快来跟教会登记 每本是美金二十块钱 OK 好 接下来 今天我们 在我们当中 传讲信息的是 王牧师把时间交给牧师 谢谢大家 平安 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的第六章的地方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 我们应该干什么 我们把取名叫做认识主耶稣之后的101 101就是最基础的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我想现在我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 还是一样是这个新冠肺炎 那么在欧洲的地方 他说已经在严防会进入第二波 那不过我们在美国就很特别了 我们第一波还没有过 我们就直接上第二波去 那不过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人讲说 其实就算这个疫情完全过去 有人讲说 这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甚至有人说可能要到三年 四年都有可能 不过有人说就算疫情完全过去 那整个状况 我们的生活形态 也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就是所谓的新常态 那有人讲说 譬如说过去很多人都常常出差 这个开会 但是现在可能大部分都是变成线上开会 因为很经济也很快 那么还有学习 那过去所谓的学习 就是要到课室里面去学习 因为现在的学习的课室 很多大量的可能就是在线上的学习 那么过去我们很喜欢 都说去逛街 那现在逛街可能指的是 在网路上面逛街了 那么还有连教会也都一样 过去我们来讲说 那教会 某某教会我们指的是 在某个地方的教会呢 那现在将来可能 没有错 教会只能是指的是 某个地方聚会的一群人 但是不光只是那些 在某个地方聚会的人 还包括在线上聚会的那一些人都 那以前我们说我认识某某人 我们想对了 那你一定是见过他 跟他面对面讲过话 以后呢 可能说我认识某某人的话 可能你没有真的 真的面对面见过那一个人 更可能的是 你认识那个人 是透过荧幕来认识那个人 其实我想说新冠疫情都还没有过去 很多人我们已经迫不及待 开始在预测 预测说 疫情过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所谓的新常态 然后开始做一些部署 那现在不但叫部署 还叫做超前部署 那这是人是很奇妙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是活在当下 但是我们人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并且我们都有那种未来的意识 所以说我们会为未来来做筹划 你像看华人常常 你听到父母会讲一句话 叫做养儿防老 就是说养了儿子 将来一老了之后 儿子孩子可以来照顾你 不过我想这句话 现在可能比较改变 现在应该要说怎么样 养儿将来还要防他来啃老 对不对 不过虽然说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还是常常讲到说 你要做好这些什么生涯的规划 职涯的规划 理财的规划这些 都是为了将来做准备 我想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一些人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 在电线杆上面贴这样的海报 叫做信耶稣得永生 那特别是我记得在我年纪 还比较小的时候 四五十年前 常常看到这样的 信耶稣得永生 那时候还没有认识耶稣 觉得这很神奇 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永远不死 这样子 那大家一看到这一节 这个海报就知道 这个是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个地方来 叫一切信耶稣基督 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为什么 每个人 为什么讲到这个永生 都会什么 都会眉头都会怎么样 提高一下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死 不管你是年纪轻的 年纪长的 总有一天 每个人 这个很公平 每个人都有走到那一天的时候 那永生 既然是永远活着 我刚刚说 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未来的意识 那么你想想看 你可以永远活着 你只要怎么样 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你看相信耶稣就好像门票 那么永生就好像什么 永生就好像迪士尼乐园 所以说你只要相信耶稣 你只要买了门票 就可以得到永生 就可以怎么样 好像进了 买了门票 就进迪士尼乐园一样 这样子好像也蛮好的 蛮赚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是不是说 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好了 相信耶稣就好 就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只要相信耶稣之后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就等着永生吧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其实你就忘记了 你可能不了解 其实我们的得救 有三个面向 我刚刚说我们人活在当下 但是我们人也活在 受过去的影响非常深 那并且我们人都有未来的意识 那同样的我们的救恩 有三个面向 我们的救恩同样有 现在过去跟未来的三个面向 你看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一节里面就这样讲 他说这样子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旧活在最终吗 叫恩典显多吗 断然不可以 那我们是在罪上已经死了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道 我们这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的埋葬 同样原来是叫做我们一举一动 都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救恩有一个过去的面向 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啊 我们就怎么样 对罪的权势来讲 我们就已经死了 使徒保罗在这地方 第一节就是说 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嘛 叫恩典显多嘛 所以这些人是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了 那所以他说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 好 仍然可以做的罪恶的生活 叫恩典显多嘛 你们已经相信耶稣 所以说还是过着像过去一样的生活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以这样子吗 好 那其实啊 他说他不但他的答案是不可以 不但是不可以 还说什么呀 是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其实我想这四集的经文 我们把那个 因为中文没有办法看出那个时态出来 所以把它加上一些时间的副词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变成将时间副词 他这样讲 他说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 叫恩典显的吗 断乎不可 因为我们在罪上 我们在罪上是已经完全死了人 所以对罪来讲 你信耶稣你已经完全死了人 岂可以仍旧活在罪中吗 岂不知道我们这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 是已经受洗归入他的死 所以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死 就和他已经一同埋葬 原来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都有新圣样式 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神荣耀 已经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加上这些时间的父子 已经完全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一旦受洗之后 就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我们受洗 信主受洗 就归入耶稣基督的死 就归入耶稣基督 其实这里的地方 其实你看一下 有两个死 第一个死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死 第二个死是我们的死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 耶稣基督并没有罪 但他死是为谁死 他死是为了我们死 他定死在十架上 本来是应该我们该死的 为什么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本来是我们应该死的 但是耶稣 无罪的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死在十架上 所以他为我们还了那罪债 罪的权利 你知道当人犯罪之后 你说死 死就像一个怎么样 死对人来讲 就像一个合法的权益 所以一个死亡的权势 当人犯了罪之后 那个死我们就好像欠了死的债 所以说到最后呢 到最后这个死亡的权势 可以有合法的权利 来跟我们要这个债 所以说我们犯了罪 最后呢我们就应该死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该所付上的犯罪的结果 结果就是死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罪 他为我们死定在十架上之后 这就怎么样 就等于说 他就已经把这个罪的债还完了 但是耶稣基督死 跟我们死有什么关系呢 是他死又怎么变成是 变成是好像我们 从罪的权势之下 也被释放出来了呢 最主要是我们也死了 是我们怎么死的 我们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与耶稣怎么样 联合了 联合了 所以耶稣的死就等于我们的死 你说哎呀 牧师啊你好像越说越玄妙了 我跟你讲 这就像什么 就像好像你有听过一本书 叫《生命册》一样 那么我就假设说 也有一本书 那个在死亡的权势那里 那个地方 那个册那本书呢 叫做《死亡册》 哎呀因为怎么样 因为罪从一人进入世界 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事实上 我们的名字呢 在死亡车上面有没有记载呢 答案是有的 我跟你保证有记载的 所以说有记载就代表 我们在死亡上面 有一本账簿 所以等到那一天 死亡就可以来跟我们要债 所以死亡要债 结果就怎么样 就是我们死掉了 可是当我们信主受洗之后 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 耶稣基督死了 他说我们受洗 就已经归入他的死了 结果是怎么样 我今天死了没有 我三几年前受洗 我今天死了没有 我今天还没有死 我今天没有死 我还站在这个地方 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 但是在死亡车上 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当我们跟受洗 当我们信主受洗归入怎么样 归入跟着耶稣基督归入死了之后 那个死亡车上面 我们的名字呢 就会写着几个字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当我们去跟人家借钱的时候 那借钱的时候 那当我们把那个贷款还完的时候 你知道他上面 那个file上面会怎么样 你知道现在当然是用电子的 过去是用paper的时候 他会盖上一个怎么样 盖上个章 现在上面写什么 paid info 就已经还完了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当我们受洗归入死亡 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下 当我们在死上面已经死了时候 你知道在死亡车上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好像欠那个贷款上面写的是paying for 我们的那个死亡车上面 我们就会被注明叫做什么 case closed 所以说当这个死亡 死亡在那个地方扫描死亡车的时候 该谁来还债的时候 把那个罪在他所犯的罪 罪在还完的时候 扫到王炳青 我的名字三个字的时候 他扫过去的时候 你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case closed 因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受洗了 他已经跟耶稣基督怎么样 同死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 就是怎么样 算成是我们已经死掉了 你看两千年前耶稣基督就已经死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 因着信 借着洗礼 耶稣的死仍然今天就算作怎么样 是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知道新冠肺炎大家都很害怕 听说现在新冠肺炎 有人说 哎呀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 但是有人说 你知道新冠肺炎如果发病的时候 可能那个人如果没有死掉 可能他将来 他的心肺的功能都会受到怎么样 受到永久的一个破坏 但是我要说 其实没有错 这个肺炎 新冠肺炎的确非常的可怕 那不只是新冠肺炎 很多的一些病毒 其实它都可以致人于死 但是所有病毒就算它再可怕 它再毒 但是它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特征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些病毒只对活的人有效 对死的人有没有效 没有效 对死的人就没有效的 所以病毒呢 只对活人有威力 对死人是没有效力的 你看到第二节那个地方 刚刚我们讲说 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在罪上怎么样 已经完全是死了 我刚刚说 那就是死亡测上 已经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 case就closed 而且第四节它说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死 就和他就是耶稣 已经怎么样 一同埋葬了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可能有些人还有家谱 有些人家谱 家谱上面的时候 你知道有些人 可能家谱上面 祖先什么 其实大部分的家谱 其实还活着 你看那个家谱之后 还活着的人 只不过怎么样 是最后面最后面 最后面最后面 那三代或四代的人 大部分在家谱上面的人 都是怎么样 三代四代最后面 之前的人都是怎么样 都已经是case closed 都已经是故人了 故人了 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 在罪的面前 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 我们救恩的过去的面向 那就是我们在罪的面前 我们已经算是case closed 所以说我们今天活着 我们不要再怕说 啊 你看 死亡在我们身上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有任何的合法的权利 更不要被他骗了 更不要被他骗了 说我们还没有死啊 我们还欠着死亡的罪 还借着死的罪 所以罪还可以在我们身上 有任何的权益 可以来要求我们 要顺服罪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受洗之后 当我们信主受洗之后 我们的救恩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那就是将来的面向 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那个地方他继续跟我们讲 他说我们如果已经在他死的形状上面 跟他联合 那么将来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面 以他联合 因为知道说我们救人 已经跟他同定十字架了 使我们的罪生已经灭绝 叫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经死的人是已经完全脱离的罪 那是谁 你可以转头过去跟你旁边的家人讲 或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讲 就是谁 那谁是已经完全脱离的罪是谁 那就是你 就是你就是我 你看救恩有一个将来的面向 我们将来身体要复活 在这里面所有的字 那个我刮活里面的时间复词都是已经 但是只有两个字是将来 对不对 他说将来也要在他复活的身体上面与他联合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救恩的将来的面向 到那一天救恩完成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要复活 就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 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复活了 当然已经复活了 我们每一年都在庆祝复活节 耶稣基督两千年前就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说但是我们的复活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等到那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定会有那一天 而且那一天我们一定要复活 因为《铁撒罗尼加前书》 第四章那个地方就说 因为主必定要亲自从天降临 在那一天的时候 有呼叫声跟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角吹响 那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人 刚刚不是说已经脱离的罪了吗 不 那身体死掉的人 那些死的人必先要复活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很清楚 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 信主人必定要复活 而且这个复活呢 跟现在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个地方 讲到复活 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子 所重的是必朽坏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体一样 复活的是不会朽坏的 就像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一样 所以他说所重的是羞辱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体还会受到 我们现在的我们活着还会受到罪的引诱一样 是羞辱的还有可能犯罪 但是复活呢是荣耀的 不会再犯罪了 是完全反射神的荣耀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所复活呢是灵性的身体 如果有血气的身体呢 也必然有灵性的身体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复活了之后 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永恒的 不会再朽坏的 而且我们能够完全来反应 神所创造人 起初人在犯罪之前 应该能够反射神的荣耀 那样子的 他说我们的身体 将会是什么 完全能够反应神的荣耀的 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呢 救恩的时候 那时候呢 救恩就完全了 你看到在第15章的地方 他继续跟我们这样讲道 所以说 这必朽坏的 既然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既然变成不死的 那时候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没的话 就完全饮验了 所以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救恩有一个过去 因为当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在罪的权势上 已经脱离了 罪的死亡策上面 我们就已经case closed了 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 我们的身体仍然会朽坏 但是将来我们的身体必要复活 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 那就是死完全被打败了 死完全被打败 死被得胜吞灭了 因为不再有死亡 死亡的权势完全终结的时候 哈利路亚 那个结局在哪里 那个结局不在现在 那个结局在那一天的时候 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你看看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救恩挂着保证 你看就好像你读到一本书一样 有时候我们读 特别是你想要读到小说 你读完第一章的时候 哇这个情节 你会非常吸引你 但是你会很迫不期待说 那这个时候男主角女主角 那故事最后会怎么样发展 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结果你就干脆说 你很想知道 过去以前看连续剧就是这个地方 非常吸引人 每次看到紧张的时候 我们下礼拜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所以你还要等 但是等到明天的时候 结局还没到 我们下次还有结 还有这个 下期还要请继续再回来看 所以有时候你读书的时候就不一样 有时候你读到第一章 读完的时候 泰西你的干脆怎么样 我想知道直接翻到最后 直接翻到最后 你直接翻到 从最后一章去看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不晓得你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 我也有做过这样子 你就直接去看结果 后来我就说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我发现一本书这么厚 对啊 读完几百页的书 很累的 所以就有一个撇步 撇步 一个小诀窍 就是把这个前面的 这个introduction 读完了之后 直接看看最后它的结论 conclusion 它写什么 中间呢 中间再好 又跳着看跳着看 揣摩就可以知道 哦 原来对 它就是这样发展 所以它是这样论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 我们当我们受洗 信主受洗之后 我们的case closed 但是我们的完全 救恩的完全 是在将来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格林多前书这样讲 他说难道我们现在就可以 我们就吃吃喝喝吗 因为明天就要死 是不是这样子呢 反正我们就坐下来等吧 就是不是这样子呢 其实如果是应该这样子的话 我们刚刚所念的第六章 就应该停在第几节 我看 应该停在第八节的 就要停在第七节的地方 因为我们已经跟 已经死了 已经完全脱离了 我们将来复活 但是事实上 保罗圣经没有停在这个地方 保罗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写 共写了十八节 他共写了十八节 那后面呢 从第八节到第十八节呢 一共十一节他都在讲什么 他都在讲现在 所以说他在讲说 我们受洗的时候 已经是过去了 那过去的你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不在最的全世界上 将来你的身体还要复活 那现在呢 那现在 所以他第八节 他就继续在讲我们的现在 他说我们如果已经 跟耶稣基督同死 就信应该要跟他同活 就信我们可以跟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 那么就不再死 死也不能再做他主 他死是像罪死 而且只有一次 他活也是像神活着 所以我们的主复活之后 他也是像神活着 所以说就这样子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第四节的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 他跟我们讲了 他说在这地方 在第八节的地方 他特别跟我们讲 当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如果已经耶稣基督同死 我们就记得 我们要现在 不是将来 我们将来 身体要复活 他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就应该跟耶稣同活 耶稣活了没有 耶稣已经复活了 其实在第四节 那个地方 就已经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 借着洗礼 就是现在我们 我们过去 已经借着洗礼 归入他的死 而且已经跟他 一同埋葬了 原来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都有新生的样式 就像耶稣基督 已经复活一样 所以在讲的是什么时候 第四节 就已经跟我们讲 第四节 就跟我们讲 我们现在已经死了 你知道 已经死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我们 就像耶稣基督 已经从死里复活 已经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也要跟耶稣 怎么样 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同活 为耶稣为 应该这个地方 应该这样子告诉我们说 应该说 其实耶稣基督 为什么死里复活了 就是为了我们现在 可以跟他一起活 就是为了我们 一举一动 都有一个新的 复活的一个样式 这节经文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了 原来当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已经是新造的人了 一旦信主受洗之后 我们旧的生命 就已经结束了 就是为什么他说 他说 当我们受洗之后 归入他的死之后 我们就已经不在 死亡的权势之下了 那是什么 一个新造的人 那一个新造的人 就应该有新造的生活 没有错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还是在这世界上 我们还活着 我们还是过去的那个你 但是你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你 那我要怎么样过 过我现在的生活呢 那就是现在你的救恩 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最需要的是 要拒绝罪的诱惑 过一个门徒的生活 第十一节 他继续这样告诉我们说 他说如果我们向罪 这样子来讲 我们怎么活 我们要向着罪 当做我们已经死掉了 所以你还活着 你还知道你的过去 你还知道你的过去 但是我们又是已经死掉了 对罪的权势我们已经死掉了 而我们的复活是在将来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活着呢 他说我们应当向罪 来看作我们已经死了 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却我们应该看作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让罪 两件事情 不要容让罪 在我们必死的身体上面做王 使我们顺从那生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我们的身体 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 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的人 死里复活的人 把自己献给神 并且将肢体 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就必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王 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已经在恩典之下了 我相信你一定在电视或电影上看过 他一个人受刑 他在监牢里面 刑期服刑期满了之后 那么他出来 他是一个更生的人 叫更生 更生就是你要重新再来一次 对不对 更生 可是他知不知道他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 他当然知道 他当然知道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新的机会了 但是你知道吗 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还在他的印象里面 还在他的记忆里面 你说那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会不会再回来恐吓他 有可能啊 回来恐吓他说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个loser 不会有人接受你的 你想想你以为你坐满了牢 你已经出来了 人家就会接受你吗 人家还是看你一样 就是一个罪犯 有时候那个罪还会再回来引诱他 你看过去你这样子 你这种生活就蛮好的啊 你知道那叫什么 我跟你讲那叫最终之乐啊 对不对 你在过去那样的生活 你看没有信主之前的 你看那种生活已经蛮好啊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就做什么嘛 对不对 那叫最终之乐 虽然是叫最终之乐 有人在后面再加上几个字 那最终之乐还叫乐无穷 对不对 所以还会过来引诱你 但是你知道吗 同时你面对前面的道路 你看我已经坐了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出来了 不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进入社会之后 重新回到社会之后 他会发现怎么样 哎呀真是命苦啊 对不对 还有很多不是那么容易的 能够重新再来开始 你看这种的桥段 你在电视电影上面 一定常常讲过这样子 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呢 其实也是这样子 但神的话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 第一个不要容让罪在我们的身上 再继续做网 因为我们在罪上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在我们身上 没有任何的legitimate right 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权益的 过去已经都过去了 没有任何欠债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还完了 而且还有一点 不要接受他的诱惑 不要接受要惑 不要顺从自己的欲望 我们人还是会有私欲的 不要顺从自己的欲望 就说好吧 你看过去那个生活真的很不错 那将来既然会复活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就服作辉为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欢 有时候骂人的时候 想要说 你知道吗 就像怎么样 爱像猪一样 对不对 我想一下爱猪人士 现在听到我这样讲 会咬牙切齿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说猪 弄得干干净 结果他又怎么样 跳回去泥坑里面 又去什么泥坑里面 弄得脏兮兮的 那么脏兮兮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一个人不爱干净 又是怎么样 常常脏兮兮的 就想你怎么会常常 像猪一样 那种全身脏兮兮的 不过我倒是看到BBC里面 BBC上面有一篇文章 就打破人们 对猪的错误的认知 为猪来平反一下 他说其实猪是很爱干净的 他说常常跳泥坑的原因 只是因为什么 他身上没有像我们人 天气很热 就为什么 汗流浃背 那猪的汗腺不发达 所以说他为了饱食凉爽 常常怎么样 水 泥巴比水更能够 更快地达到冷却身体温的效果 所以说虽然说猪很爱干净 但是面对 面对这个什么泥巴的诱惑 他还是常常受不了那个诱惑 还是跳回去泥巴里面 不过就算猪是爱干净的 不过我们还是改不了口 他说不要像猪一样 怎么这样子 要爱干净一点嘛 对不对 其实神的话这样子 我们已经洗干净了 我们当我们信主受起的时候 我们有个新的开始 所以不要再让罪 在我们的身上做亡 顺从罪的诱惑 再回去弄得像主一样 这样子弄得一身脏细细的 甚至我们还更不可以 主动的让我们自己 献上自己 献上自己做罪的奴仆 我们要献上自己做义的奴仆 我们要大胆使用我们心的自由 我们需要有转变 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还活在当下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救恩 在那一天会完成 但是我们还活在当下 所以我们要转变 不能够再回到过去那样子 我们要有一个转变 我们要有新生的一个样式 所以当我们的救恩 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要做哪一些的转变呢 我想让我们回到过去 不是像以前一样 而是回到过去看看 当初的那些基督徒 让他们信主受洗之后 他们做了哪一些的转变 我想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那个地方 讲到第一批的基督徒 他们信主受洗之后 其实我想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转变 所以说圣经把它写下来 以后的教会都没有再写了 写得像这么样的清楚 你看他们做哪一些的转变 他说 他们说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剥饼祈祷 而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的各种许多的神迹奇事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卖了自己的田产家产家业的 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在殿中而且在家中剥饼 就存着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犯 赞美神 得众人的众名的喜爱 主将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地方 他们在受洗之后 其实他们勇敢的做出一些的转变 他们不再回到过去的生活 不再回到过去的生活 他们做出哪一些的转变呢 其实在这地方 第四识节告诉我们说 他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卖了田产家业 那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 也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转变 那就是从他们去享受转向 转向去分享 从更多为自己的享受 转向为了别人的需要 在这地方 我们这期的经文 其实我们相当的熟悉 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 不过我们不太惨讲 因为怎么样 因为好像讲了之后 我们好像都要卖掉田产家业 没有错 其实如果按照字面上实询的话 其实这是很难以持久的 可能到最后不是变成怎么样 不是变成均富而变成均贫 但是这里也有一点是告诉我们 其实重点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他们是互相帮助 而不是更多为了他自己 这就是一个转变 他们是互相帮助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上面的责任 那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生活的需求 生活的需要而劳力 但是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难免我们当中有遇到困难 他说他们当中怎么样 他们当中会彼此互相帮助 让他们当中没有再有需要的人 甚至到一种程度 他们就把愿意怎么样 把田产家业 其实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 都把田产家业都卖掉了 而是他们愿意去帮助那一些人 记不记得 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地方 有一个叫亚纳尼亚 跟他太太菲尼哈 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来欺骗 所以欺骗这些使徒 说他们已经卖掉他们的田产 使徒彼得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没有卖掉还是你的 所以他们没有强迫规定 每个人都要卖掉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 不要以为说 信主之后都要卖掉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信主之后 他们要做一个转变 他们的转变是 不是为了自己更多的享受 而是他们愿意彼此互相 看到肢体的需要 能够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为了追求说 我只要更多更多 我自己的享乐就好了 那你看到还有他们 做了哪一些的转变呢 等下46节到第4节 他们说他们天天同心 何以恒切在店里面 而且在家中剥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得众名的喜爱 这里面就包含了三个很重要的转变 一个转变是什么 他们从参加变成参与 从我们也应该转变从参加教会 从参加会变成转向参与 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其实对以色列人讲过去 他们很习惯是到圣殿里面去敬拜 你知道到圣殿敬拜的时候 大概就是怎么样 看祭司在那个地方献祭 顶多再加上自己在那个地方祷告 但现在他们不是只有参加一个 所谓崇拜 敬拜的一个聚会 他们在那个地方 他们说他们都在店里面继续敬拜 但是他们也会怎么样 在家里面 每个人家里面 42节说他们恒心投入 其实42节就已经讲他们 恒心投入怎么样 彼此交接 这彼此交接就是他们恒心投入 团契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之后 我们也就受洗归入主的身体 也就是肢体 就是主的教会 所以不是只是参加这个教会的头的聚会 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 我们说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我们是在敬拜神 我们是跟头来聚会 我们是跟头来 但是我们也更要怎么样 恒心参加教会肢体的聚会 彼此交接 那就是我们的团契小组 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你知道以色列过去 他们原来没有认识主之前 他们是只有主 我们去那个地方做礼拜 所以我们都要到圣殿 或者是到聚会所里面去 所以他们现在不只在圣殿 他说他们也在家中聚会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他们还做了一个转变 那个转变是什么 那就从学习转向实习 从学习累积知识 转向装备 并且参与在服事里面 其实犹太人非常习惯 学习神的话语 因为他们认为说 就是要学习 你看看生命记第六章 出去坐着 都要谈论 都要讲 都要背起来 还要挂在额头上 还要写在门楣上 他们很学习神的话语 但是这些犹太的信徒 当他们信主受洗之后 他们仍然尾声 因为他们42节告诉我 他们都横切遵守使徒的教训 而且他们天天到圣殿里面去 使徒要跟他们讲话 对不对 在那地方学习 他们在尾声学习 但是他们没有停在一学再学 这让我想到我 曾经读过一本书 讲到犹太人 那本书的书名叫 The People of God The People of God 它讲到 叫做犹太人 他们有一个查经班 他们就是学习神的话语 那么他们就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读 读到你说读到启示录 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没有启示录 他们读到马拉基 他们就创世纪读到马拉基 花了几年 每个礼拜聚会 每个礼拜学习 然后读完几年之后 终于读到马拉基之后 感谢神 然后他们就回过头了 又从创世纪开始 他们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就是学习神的话语 但是你看 犹太人非常习惯学习神的话语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他说他们不是只有在学习神的话语而已 他们在家里面干什么 他们在家里面还剥柄 所以当他们在圣殿 过去在圣殿聚会的时候 或者后来他们每一天到圣殿聚会的时候 谁在服侍 就是那些使徒在服侍 但是当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们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 谁要服侍 他们要起来参与服侍了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学习神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他们起来学习参与服侍 我在正在天上说 其实你看在保罗也这样讲 他说你们当中有感动的 你受感说话的呢 其实是按照次序 所以说你看到初代教会后来 在这些讲道 这些分享 就不一定就只是那个 这个带领的教会的领袖 所谓的长老 包括弟兄姐妹都可以起来分享祷告 就起来分享的话语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不只是在那个地方 不是只有学习神的话语 而且他们参与在肢体的服侍里面 参与在整个神的家里面的服侍 你看而且他们还有一个转变 那个转变就是从外人转向邻舍 从向外邦人宣教 转向向亲人 邻舍 朋友来见证 其实当时的犹太人 其实他们很欢迎 很欢迎外邦人到他们的当中 我想你读这个使徒行传 或者是保罗书信 你就常常可以听到一句话 有一个字眼叫做敬畏神的人 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 所以我们想到说 哇 你看看那些人敬畏神的人 那些人谁 那些人不是犹太人 那些人都是外邦人 你看看在使徒行传的地方 跟我们讲到说 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他还大老远从非洲 从非洲跑到哪里 从非洲跑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敬拜 请问那时候他已经受洗了没有 答案是受洗了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受洗 他那时候还是敬畏神的人 后来斐利 后来斐利为他来施洗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 那当时的犹太人非常习惯 他们认为说 其实这个很欢迎这些万民 来到耶路华的面前 那来到哪里 来到聚会所 来到哪里 来到这个圣殿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到 埃提阿伯太监 他到圣殿去敬拜 你看到保罗在马其顿 在希腊传教的时候 进入聚会所里面 你看到那里就有敬畏神的希腊人 所以他们都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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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来 但在这地方他说 他们不只在圣殿里面 在那个地方敬拜 同时他们也到哪里 他们也都在家里面 当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说他最后一点 他说当他们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 他说他们得众民的喜爱 因为我们可以想 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 你看就在那一些人 他们像他们的邻居 像他们的朋友 像他们的家人 见证什么 见证他们生命生活的不一样 他们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说他们看到这样的转变 他说得救的人就怎么样 就天天加给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已经成为过去 旧有的生命 当信主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还要复活 我们的旧恩在那时候才会完成 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样呢 就有一个牧师曾经跟一个年轻人 在那个地方查经 他们查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那么这牧师就问那个年轻人说 你看到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我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强盗就被同样钉在他的两边 那么这个牧师就问他说 那你还有看到什么 他说我还看到了 看到了在十字架下面那些兵丁 他们在拧揪分耶稣的衣服 那牧师就跟他讲说 你还没有看到什么 那个年轻人说我没有了 我就看到这些 那牧师跟他讲说你看得倒是不错 不过我看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事情 那就是我看到了我自己 也跟耶稣同钉十字架 那我要说其实没有错 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 但是我的主第三天之后就复活了 我不是跟他一直钉在十字架上面 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 当耶稣基督复活在父神的荣耀里面复活的时候 为的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 我们已经就 罪的权势已经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不要容让那罪再回来控告我们 不要容让罪再回来诱惑我们 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出一个自由新生的那个样式 所以让我们不要再走到这个旧的路上面 让我们勇敢做出转变 努力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 你是否愿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祝我们献上感恩 祝因为当我们知道 祝祢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留出祢的宝血 我也要洗尽我们的罪 将把我们从那罪的匣子里面 就救赎出来 祝我们谢谢祢 祝当我们领受祢的话语 祝祢今天对我们说 祝我们要从那享受 祝我们要转变成为分享 祝我们要从那这个学习 变成实习 祝祢让我们的生命 再一次被祢的话语来转变 祝我们不再停留在原来的样式 不再停留只是得救而已 祝乃是叫我们的生命在祢的里面 祝成为那个新造的人 是要认识祢话语的应许 祝我们就快跑来跟随祢 祝啊谢谢祢今天早晨 祝我们在这里要 跟你一同作息的时候 祝我们领受祢的饼 祢的杯的时候 祝我们再一次 纪念祢为我们的寿司 祝当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祝我们领受这样的饼跟杯的时候 祝我们就知道 祝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祝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祢 从罪中买赎回 祝我们就愿意 祝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去 祝因为祢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叫我们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谢谢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今天早晨 我们要领受这样的圣禅的时候 祝求祢预备我们的心 主向你来宣告主你的得胜 主跟宣告主我们是属里的人 谢谢主为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那时候我要邀请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都一起有份在主的圣餐 当我们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 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也更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 我们领受了主的宝血 我们领受主的身体 我们更确信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是新造的人 我们可以活出那新生的样式 来荣耀神 见证祂的荣耀 我们所守的圣餐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传给我们的 当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注谢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所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饭后 主也拿起杯来这样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心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 现在就将饼跟杯 一起准备好 我也邀请我们在场的同工 可以一一的一个一个顺序到面前来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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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弟兄姐妹让我们存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跟主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的时候也要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祢为我们设立这圣餐礼 祢一再一再地提醒祢 主我们已经与女同定十字架 最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主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 在祢里面有新的生命 祢的身体 祢的保障 成为今天新造的我们 主就让我们 让那生命 那新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 不再容让罪过来 控告我们 诱惑我们 主那生命的发动 让我们活出那新生的样式 让我们所作所行 勇敢反映出神你自己的荣耀 让众人都看到我们 就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主帮助我们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就这时候我们更愿意 将我们自己献上 在祢的面前 让我们的生命 就成为你自己的见证 让我们的生命 就成为你自己的荣耀 让我们将我们 当纳的十分之一 献在祢的面前 还有我们甘心乐意 爱心的奉献 都献在祢的面前 帮助我们身边 作为你需要的人 跟祢的贡献 让神的国度 不断地拓展 直到全世界的人 都归向祢 谢谢主 让我们有份 在祢的里面 谢谢主 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 跟恩典 能够成为 祢自己的门徒 祭奏我们 在祢面前的福祉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一起来回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归宏 直到归宴 在我一面 你此爱彰显 心我领帮你面前 我自己爱彰显 主耶稣基督的 Ferrari 祢祢的乡丸 祢的人 相当归宏 还有自己上归宏 圣经在他 上归宏 中央的隐重 能帮你探納 能帮你成功 如此沦添 洗净勇在身 将彼此倒天 背负我贼 爱我守恨 这世家宣告 我你的舍连 温望之万将我牵涮 懂你的救助 我愿有属灵 主耶稣等我盼望 哈利路亚 赞美祝你身后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奉帮我 你敢奉索有所谓 你命会救命 主耶稣拥护我 哈利路亚 赞美祝你身后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奉帮我 你敢奉索有所谓 你命会救世恩典 主耶稣拥护我 他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真是感谢你 因为在那一天 你是为我们定死 在十字架上面 你在十字架上面 所成就的救世功劳 主耶稣拥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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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今已经对罪了 那是为你荣耀你而活 谢谢耶稣 因为那死亡的权势 已经不能够向我们发生 那死亡的权势 已经不能够再来通告我们 让我们活出那新生的样式 为你而活 让我们活出那新生的样式 会让你自己的身体 反映你自己的荣耀 让我们作为向万民来作见证 直到万民都来会向你 谢谢耶稣 因为你有述说不尽的恩赐 感谢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跟圣灵的交换 时时与我们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百分之的恩惠 人们 从一身体 开始呼吸 尤护的狮子 打破了尘寂 宣告恩物 不再下距离 主耶稣已经到胜利 哈利路亚 赞悲主祢使我 哈利路亚 死亡不再关好我 你打破所有色列 以你为终树恩典 主耶稣 用我盼望 主耶稣 用我盼望 主耶稣 用我盼望 不保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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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graphic 主耶稣 您好 主耶稣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